新鮮肉 大家好 我是苏德福 這次要來分成的是蔬菜料理 這是一道超好吃的家常菜 菜名叫做辣炒高麗菜 要如何炒 才會脆口鮮甜 鍋氣十足 現在告訴你 準備的食材有 高麗菜 紅辣椒 蒜頭 蒜頭拍裂 切末 切末 辣椒切斜片 切末 切末 高麗菜切块状 调炒汁 高汤下来 米酒 盐 糖 搅拌均匀 开火 把锅子烧热 锅子冒烟后 油下来 蒜头辣椒下来 高麗菜下来 炒汁下来 盖上锅盖 焖30秒 先开盖子 再拌炒一下 起火 盖盖 这样就完成了擦好吃的辣炒咖喱菜 切咖喱菜时选对同路梗的厚度一致 菜梗部分切小块 菜叶部分切大块 受热时熟成才会一致 先把锅子烧热 利用高温快炒 短时间内使高麗菜熟成 才会菜脆鲜甜 锅气铺鼻 哦 脆口鲜甜 锅气十足 试试这样煮 你会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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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 我下期再见